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续关注澳门万丈 我是刘宗志 新年假期已经慢慢接近尾声 盘点近几天 无论是在通关 还是在澳门的知名景点 又或者新马路一带 旺丁旺财 不过也经常见到游客爆棚的情况 澳门的旅游承载力 是否已经是爆标的 相关问题我们持续关注 欢迎今天光临澳门万丈的嘉宾 澳门立法会议员高天志先生 邀您好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们继续盘点近几天 旅游的相关话题 自从澳门推行自由行十年以来 由每年大约五百多万人次 已经是攀升到上年的两千八百多万人次 研究就认为 澳门旅游的承载力 大概两千九百万人次的上限 今个农历新年假期 游客亦是非常多 短短几天 亦都有估计超过五十几万人次的游客 来到澳门旅游 年初三那天就接近20万人次 差点是迫爆整个澳门 尤其那晚有 一千多名游客滞留在关闸广场 我们首先来看通关的问题 凡是这几天来澳门的游客 无论是来澳门还是离境的时候 印象非常深刻 甚至有些游客表示 对澳门的旅游城市形象 亦是大打折扣的意义 事实上澳门的经济 龙头就是我们的博彩 但仅次于博彩来说 就是我们的旅游和休闲的城市 怎样我们做到 让旅游客来到澳门 奔进玄归的感觉 令到他们来到澳门玩得开心 事实上这次这样的事件发生了出来 需要特区政府整体在旅游政策 横观的情况之下去检讨 首先就是我们配套措施 不是只是叫人 任他们怎样进入澳门便可以 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第二件事就是 我们现在澳门的旅客质素已经变成 由过往一窝蜂来赌钱 至今已经有一些 带一些新闻仔和家庭来旅客 这种对待他们 例如宾馆的不足 的士的问题 其他配套措施 例如巴士或发财车 这些整体 全部都会影响澳门城市的面貌 所以我们怎样可以做到 我们根本上在核心的基本的设施 无论硬件或软件 如果要说软件 我们多说几次都未说完 只说硬件已有时间 事实上 我们看到 我们的关闸内 都要强调一用 需要削减距离 一地两检的距离 没有理由在过关的时候 武农工那麽远 要走那麽长的路 才可以过到两个关 虽然你告诉我们 两边的制度不同 澳门的税制 那边的禁止一些货品入口 两地都是不同 但不等于我们不可以做一些功夫 尤其是施级官员 一定要动脑筋 一定要大胆尝试 和从中央、地区、广东省、官员 谈谈如何我们过关方便的人 只是设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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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 最右下来澳门的压力 所以在通关方面 一方面是加大软硬件的建设 包括通关的效率 第二方面也是要减化通关的程序 包括延长通关的时间 是否应该考虑一下 另一方面就是刚才高议院提到的两地一件 以及现在我们提到的旅游承载力 如何界定是有哪些科学的依据 因为现在相关部门仍然表示 我们不能以一个春节假期作为唯一指标 我们很明白特区政府很希望 一些所谓的收信店、商店 其他有好生意做得比较好 当然的而且确 你见到他们上升得很厉害 以倍上来生意额的上升 但你不能忽略本土澳门人 2013年的特区政府施政方针 说明我们的优势服务 包括澳门的人士生活的質素 是可以保持到位置 但的而且确因为旅客太多 无论核心的交通、医疗 其他方面的行人路都爆棚 很多人都想走路都走不到 这些的影响本土澳门人的生活质素 其次就是游客 我们如何对待游客 令到他们这么不开心 其次就是我们特区的形象在世界上被破坏 因为最近很多人以为是关习特区政府派钱 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需要改善 其次就是你不能忘记一方面只是赚钱 打工仔都需要加工 现在最近六间博企也有 永里加了5% 尤其是基层 其次就是公务员 现在在等着陈思长 可以尽快调整公务人员的申筹 已经是两个三个月 方案由公职公务人员申筹委员会 已经交了几个方案 很长时间 希望尽快2013年可以调整 才可以体现分映经济的成果 是的 游客增加了 亦都有不少乱象 我们要关注到 尤其对于本地居民的滋饶 因为游客增加了 无疑都占用了很多公用资源 例如交通方面 环境破坏等等 亦都有很多市民投诉 对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大影响 尤其是一些著名景点附近 游客慢慢少了之后 发觉很多的卫生环境受到一些污染 与此同时也破坏了市民的生活环境 但对于游客来说 他们仍然感觉不到有任何休闲的感觉 在节目当中也说到 因为游客增加了和大城市差不多 新马路好像一个火车站 医员也提及到 新马路好像一个停车场 的人太多了 的确我们虽然中央定下来 澳门是旅游休闲 但与鄰近地区比较 我们没有天市地利人和 例如海南岛最近开了一个类似博彩的形式 来吸引游客 的确跟澳门差很远 因为他们的质素和天气环境令到他们悠闲 但澳门的确我们的承受力 由澳门这么小的地方 可以超越香港旅客的承受力 包括现在台湾也开始控制游客 我们香港也看到有些措施 一方面不准他们来香港买房 其次就是控制人群 我们澳门也需要不再继续 因为会产生很多问题 刚刚你所说到 公园已经有很多人睡觉 有些便利 有些在街上做也是这样 通署在Facebook也看到 这些是伤害我们很严重澳门的形象 你多多浪费几千万或过亿的宣传 在全球媒体CNN BBC 在澳门有多漂亮 但几幅相这样做出来 便会破坏我们的努力和金钱 如果游客太多 游客来到澳门 找不到休闲旅游的感觉 对澳门的印象亦会大打折扣 同时亦有些商家 尤其是一些旅行社 混水摸鱼 以很低的价钱 甚至是零团分吸引了很多游客 来澳门旅游 当然羊毛出自羊身上 于是很难避免出现了 我们经常不想说的话题 但又不可违避的旅游斗训 旅游斗训的而是不制度化 你没有办法解决 其次要强化有关旅游协会的角色 使得他们自己可以监督 他们自己会员的公司和导游 这些东西才可以做到我们 齐齐要承担 就是一方面政府 另外一方面 就是旅行社和导游 现阶段仍然有空间去改善 尤其是导游的角色 不能够像现在孤单打几间公司 买人头的客户 这些类似的事情 是需要完善 需要改善 令到他们有一个保障 现时在澳门来说 都有来说是一种被忽略的行业 是需要提升之中 保障他们的安全 保障他们未来日子的工作 还有晚年的时候 有一个真的可以令到他们放心 很多游客来澳门旅游 除了去一些大型博彩企业 到家村或者娱乐中心看之外 亦都有很多游客 会感受澳门中西文化交流的魅力 看一些世怀景点 但在著名景点隔了几条街 的旧区可能就很冷清 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 一方面政府是否应该 改善旧区的营商环境 甚至做一个分流 第二方面对于一些著名的 世怀景点的保护 因为人有太多 怎样保障 其实现在民违法都在谈 是因为下午 今天的下午谈谈 关于文化遗产保护法例 这个的确是非常重要的 但亦需要尽快落实 使得将来城市规划和土地法 都可以尊重文化遗产保护法例 我们文化遗产的保护做得不好 破坏之后就回不了 所以需要很小心去处理 兼够不要用一些政治色彩 去破坏一些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 我们亦都觉得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帮助舒缓我们的汽车压力 兼够我们澳门人很多人 已经买了房子在国内 尤其是珠海轮近 如果允许我们澳门的车駕駛到上面 这是一方面疏缓澳门压力 另一方面令到通关暢顺一点 这个工作是需要我们司级官员 大胆暢身地和中央谈 使得我们的车可以除了不够将来去到香港之外 香港的车来到我们人工户 然后接驳回澳门 我们亦都可以开车上国 这是一件好事 澳门未来定位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每逢自假日澳门亦都会迎来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与此同时一方面应该不断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改善配套 另一方面亦都需要冷静思考 澳门究竟是否应该适时放慢自由行的脚步 多谢各位收看今天的澳门漫章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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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